在昨天的時候 我們有提到說 外島有個雷霆演習 雷霆演習在發動的時候 演習的所有的阿兵哥們 心中其實有些會很開心 因為他可以跑到一些 這種打小蜜蜂 跑到一些店裡面去遊蕩 可是另外還有碧海演習 碧海演習在發生開始的時候 其實每個阿兵哥心中 都是很坦克的 你剛看到這個地圖 我又勾起我 又是你的回憶了 30年前的回憶的啦 你看 因為你在外島 對 我跟你講 你在哪個島啊 我在燈燈燈燈 在這個地方 東局 對 你不要看喔 那時候還是很緊張的時候 非常緊張 去了就是兩年才能回來 我記得我第一天報到的時候 學長正在用武林重機槍 對著海上的疑似水鬼 在那邊掃射 我們遺區就是震撼教育 真的耶 所以我跟你講 當時我們發動碧海演習的次數 真的很多 為什麼 因為有人就是看到 像這麼緊張的狀態 他晚上站衛兵的時候 他都沒有辦法好好的站 意思嗎 疑神疑鬼 心理壓力太大 壓力非常的大 其實那個已經到 互相對摸水鬼的那個時代 已經是結束了 已經是最尾聲了你知道嗎 可是那個氛圍還在 所以你要知道 當時我們去的時候 南竿是最大島 南竿加它旁邊的黃關羽 這樣加起來不過10平方公里 北竿加大小丘 還有西穎 不是 西穎沒有 西穎是跟東穎那邊 還有高登這邊不過7公里 其實這個兩個島都很小 面積並不大 那我的地方是不是更小了呢 是啊 東取一點點而已 一點點而已 那你不要看 我可以告訴你 這要是一發動碧海演習的時候 是全島一起動起來 他就會想說 那你是要跑到哪裡去 昨天我們不是有講嗎 有人真的就 游到海裡面去啦 就往那邊游了 對啊 游到 直後來又飄回來了 對 你如果游得過去 如果你能夠下到海裡去 但你絕對游不過去 你一定是飄著回來 因為潮汐的關係嘛 對不對 好 那你現在遇到 像這樣子的情況 那照理想的話 一般人 那就有點像什麼 像很遠的惡魔島那種感覺 不會有人這樣幹對不對 偏偏就有人要這樣幹 那好 那你說 有些人他們當然是不敢 貿然下海游泳對不對 那可是為了他 我們還是全島發動避海演習 因為我昨天有說嘛 抓到一個放榮譽假對不對 馬上放榮譽假 我馬上就可以放 馬上放 那大家都拼了命 又要去參加避海演習 我們那個時候在當兵的時候 我們就在想說 我們終於排到假了 因為當兩年 足足當了兩年兵 一年只能放一次嘛 一次可以放十幾天這樣子 那是對於 可以回台灣本島一次 對 那你馬上抓到 避海演習的逃兵 你就可以放假外加六千塊津貼 等一下六千塊非常大 我跟你講 當時阿兵哥一個月也才一千塊錢 一千出一千三百塊 對啊 等於是半年的薪水 好 那我就聽過兩個故事 就是我們 第一個 他是什麼 在我們隔壁的簾上你知道嗎 他大哥他真的他就不怕你知道嗎 他三個月裡面逃了兩次 他就是逃 雖然他沒有奔到下海去 但是他也在島上 跑來跑去跑來跑給你追 跑很久 後來你知道嗎 後來都是被抓回來 但他第二次抓回來的時候 連長跟他講 兩條路給你選 什麼 兩條路 第一條路送軍法 第一次我已經沒送你送軍法了 那就抓去關了 這次我就送你 你非送軍法不可了 那第二條路呢 第二條路 回本島嗎 你做夢想跟沒 不能回本島啊 送軍法之後 關完還是再回來當對不對 送回原地安慰 而且軍法判完之後 你的義期還服役的期限 還要再往後推 沒錯 根本不能撿的對不對 是啊 第二條路 什麼事物 連上所有弟兄看你不順眼的 每一個人都來踹你一腳 你說把他看保底一頓 對 每一個都把你看保底 弄完之後再去關緊閉 給你選 那這樣就不用拖長義期了 對 可是一樣很慘 他大哥後來關了一個禮拜 問他要不要送軍法 因為還要再關一個禮拜 他說不要不要 我被你們關好了 關緊閉好了 所以每天晚上都可以聽到 啊 啊 那種叫聲 每天都照三餐 像洪 唉 又講到洪中秋暗 但是我現在講的是真實的情況 也就是說 常常聽到那種慘叫聲 不絕於耳 因為在那緊閉室裡面 被虐待了 對 那好 那像這樣子你還算是好的 有很多事我可以告訴你 就像你剛剛講的 他一去之後就不回頭了 有一次在西局聽到一個故事 就是說這個有個兵可以跑多久 跑五天找不到 他真的游出去了嗎 我告訴你 遺體會游回來對不對 結果沒有 五天之後 這個本領很大的兵 被人找到了 因為這叫外島林可兒事件 因為他的遺體 怎麼說 他的遺體在非常偏遠的 五兩據點被找到 因為那個據點的水塔有三公尺高 你的意思說跟林可兒一樣在水塔裡面 沒錯 也是三公尺對不對 那為什麼他跑到水塔裡面去了 因為他被收的時候 手電筒照過來一個緊張 他本來就在水塔附近躲 就蓋子一打開跳下去 結果沒有再上來過了 那不是林可兒事件的翻版嗎 說到逃兵 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日本在這個時候 整個東南亞都已經被日軍所佔領 可是這個時候 日本的軍隊手上就有許多的戰俘 而這些戰俘 日本的軍隊會善待戰俘嗎 當然不會善待 用盡各種方式來領略 尤其在那婆羅洲這個地區 印尼的婆羅洲這個島嶼上面 這些戰俘可是行軍達三百公里 好 那麼你剛剛講到的印尼婆羅洲島 這個事情是這樣子的 因為當時有很多日軍 他們在押送他們的戰俘 都會經過我圖片上的這條路 你看畫面上面 等一下 你現在看的這個照片 是有人意外拍到了 我剛剛講押送俘虜的路上面 突然 好像很多人影在照片上面 對 這個是事後人家拍的照片 各位請看 中間這個白色的影子 像不像一個骷髏軍團 對 你在說的就是這一段是不是 對 就是這個 可是這一段看起來會不會有人合成呢 好 當然如果有的人覺得說 這照片可能是有問題或什麼的 不過根據當地的一些騎勞他們講 他說其實我剛剛說了 這條路是日軍押送戰俘的 一個必經之路 所以有很多的俘虜 他們當時因為餓死 渴死 被曬死或被淋月死 可是他們並不知道自己死了 他們還在那邊一直重複著同樣的動作 一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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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有騎勞說 你們現在拍到這個只是 好像是意外拍到 可是當地的很多人卻是常常看到 真的啊 好 連白天都會出現 對 那除了印尼的普洛州島 另外在菲律賓 我們曉得那時也是一個戰場 對不對 有日軍在什麼 菲律賓的巴丹 然後再有一次壓解了 包括美軍的戰俘 以及一些菲律賓的平民 加起來有七萬五千人喔 這麼多啊 走多久 他們要壓到戰俘要走一百二十八公里 這一百二十八公里 相當於從台北走到台中 嗯 要走多久 走十天 十天啊 好 那平均一天就要你走十二點八公里喔 那好 走就走嘛 反正如果有給你吃給你喝 還是給你睡 那不就沒事嗎 哪有那麼好 你是戰俘欸 等一下 難不成沒吃沒睡沒喝 據記錄 據記載 日軍當時只給這些戰俘 一個高爾夫球大小的飯糰 就只給過這麼一次 等一下 你說要走十天 卻只有一個這麼高爾夫球大小的飯糰 這樣子要活十天 怎麼可能 對 立剛講的沒有錯 不是每餐給這樣子的大小飯糰 是這十天就只給這一顆 你就只有這一顆 沒了 其他我就不管你了 所以七萬五千個人裡頭 在這十天的死亡行徑當中 就死了一萬一千人 死了一萬一千人 他死掉了七分之一的人 吐屍路旁 好 結果咧 你說這樣子會沒有怨念嗎 當然會有 這些亡魂他們命上他鄉 而且還是被淋月致死的 對 又沒有辦法落葉歸根 就在那裡一直重複著重複著 他們的怨念 好 半個世紀之後 果然出事了 馬尼拉北部就有一個高中 有一位女高中生 有一次她在學校附近 就募集了一台神秘的吉普車 從她面前出現 好 你看這就是當時的回憶 那個女學生看到神秘的吉普車 嚇了一跳 怎麼會有吉普車 再仔細揉揉眼睛一看 天啊 吉普車上面 竟然還有一個日本軍人 等一下 不是都已經戰爭結束了 都已經結束半個世紀了 這麼久了 所以剛剛你沒看到他有在畫素描 拍電影場景嗎 不是啊 那個女學生已經嚇到 剛剛不是看到他有在素描 沒錯 她把她看到的那驚恐的畫面 立刻用素描畫下來了 還不止 接二連三的這所高中 有一次在集會的時候 竟然有20名高中生 不約而同的現場仲邪 歇斯蒂蒂翻白眼充序 然後抠圖白沫被送到醫院去 好 這樣的事情呢 後來也陸陸續續一直發生 讓當地的人都不堪其擾 好 觀眾朋友 講完了菲律賓 我們都已經在講日軍 那麼日本本土 有沒有這樣類似的超自然現象 也有 我來講沖繩 日本的沖繩我們曉得 在二次世界大戰也死了將近有20萬人 因為跳島戰役 從菲律賓之後就跳過台灣 打到了沖繩去了 對 好球群島 有一次就有一個日本的節目 去那裡出外景 他們要去拍什麼呢 去拍他們超渡日軍 戰死的日軍的一個超渡法會 你看 晚上時刻 結果就在拍攝兩小時之後 本來攝影機空無藝人的畫面 卻突然出現了三個日本軍人 真的嗎 而且他們的臉都朝向了同一個方向 等一下 你看畫面 看到沒有 畫面上面 一 二 三 中間那個比較矮嘛 等一下 真的有出現 你看當時看到的那些日本觀眾 看了都嚇了一跳 是啊 而且這三個日本軍人的臉 都往同一個方向看 你才往哪個方向看 哪個方向 在看他們超渡的過程 不曉得是在看 你們超渡的是不是很精實 還是在看你們到底在超渡誰 還是在看說你們到底來著幹嘛 不知道 只知道三個人面都往同一個方向看過去 好 當然啦 不管是一開始印尼婆羅洲島的照片 白色鞋影 這張照片 還是剛剛那個影片的畫面 是不是有人為加工 這個呢 大家可能有很多的說法 不過在當地 當地的居民都認為 日軍顯靈 深信不疑 昨天這嚴明可是跑到了 陸軍司令部 李翔舟他相敬如兵 其中玩味喔 休息一下 有話就來告訴你